最新的画面就是来带您整理占领了二立法院议场24天之后 学生终于在昨天的晚间正式宣告退场 学生在归还了立法院的议事锤之后 由学生代表林飞凡还有陈维婷发表声明 接着200多名的学生手持着太阳花 陆续从立法院的正门走出 结束了长达585个小时占领议场的活动 立法院外人潮满满满大家拿着太阳花一间学运退场 晚间6点07分学生代表陈维婷和林飞凡 手持太阳花一起以后走出一场 585小时学运正式宣告结束 200多名学生陆续走出来 缓缓走向济南路舞台 掌声欢呼声宛如在走行光大道 从制高点往下看立法院外一片亮光 警方预估6点左右立院远近9100人 警察全副武装部署完成 傍晚大院内挂起人民议场幕条 学生挥还立法院议事锤 人民议会将议事锤交还给属于人民的立法院 交还议事锤代表占领议会告一段落 离场前告别演说林飞凡有感而发 退出议场不代表弃手只是转手为攻 我们怀抱理想而来 现在承担责任而去 林飞凡成为庭轮番发言关注两岸监督条例 学运转手为攻 318攻占立院是翻墙进入 如今从大门口离开 学生自诩为光荣退场 但是场外民众一人一朵太阳花 象征学运已经圆满撤退 晚间6点28分立法院大门全部关上 宣告反服貌学生已全部离开立院